大家好 我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传统又改良的粤菜 龙珠虾球 这个菜的特点是外酥 内痰 还有虾的甘甜的味道 在制作这套菜的过程中 记住了 一定要用原味面包片来切这个面包粒 因为它里边糖分含的少 在你炸制的过程中 颜色你更容易掌握 虾呢 一定在处理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虾线给它炒掉 然后用刀拍一下 再用刀刃 经过千锤百炼 给它剁成虾泥 剁成虾泥 完了割到碗里 我们再加入一个蛋清 加点盐 味 料酒 还有淀粉 再经过上百次的摔打 使虾呢 更有粘稠度 在制作过程中呢 它能达到更弹 更Q 更滑 下一步呢 制作过程呢 是将我们打好的虾胶 搓成球 再放入切好的面包糠中 均匀的 让它每面都裹上面包糠 加入三四层的油温中 进行浅炸 在炸制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火候的掌握 因为炸快了 油温高了 也很容易上色 另外再提醒一点呢 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你一定要制作 要复炸 复炸的原理呢 就是把虾里边 面包糠里边的油 通过高油温 把它的鱼油给它挤炸出来 这样呢 你吃得起来 嘴里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油腻感了 吃起来呢 很爽 很外酥 里边呢 很弹 很滑 很甜 我一直在做的 我一直在做的